2012年2月8號 當時的交通部長毛治國 從南橫西段往東段勘災 隔天早上 我想交通部長剛走過 路況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安排了一趟南橫全線的紀錄之旅 在這趟的旅途當中 到處千倉百孔 不是路基缺口 就是邊坡隨時會有落實 除了重機械施工的聲音外 另外聽到的就是落實滾落山谷的聲音 內心充滿不確定感的恐懼 不斷地洗上心頭 在這一次里程裡面 讓我見識到了南橫的驚險 以及南橫的美麗 當天 在崖口都是煙霧迷蒙 能見路不超過5公尺 一直到天池 才稍微看得見遠山 看到了天池浪漫 為美的景致 沒想到 在125k到120k 這雲海還是我生平在這一個路段 唯一看到的一次 這一次的旅程 一開始是恐懼不安 充滿了不確定感 但是125k以後 雲海 是除了 雅口和向陽以外的 另外一種形態的雲海 尤其 這裡種植很多的梅樹和禮樹 正當盛開的梅花和禮花 實在美得不像話 特別是有這麼漂亮的雲海襯托 可以說讓我終身難忘 當時的路況 和今天開放的梅山口和天池相比 扁駁隨時都有落實的可能 而路基的缺口 如果開車注意力不集中 很可能就會直接滾到下面的斷海去 對照現在梅山口和天池開放的這一段路 你難以想像工程人員 他們所付出的心力有多少 尤其是沒有見過殘破南橫的人 絕對是無法想像得到的 走在這一條路上 請要珍惜這一切得來不易的成果 感謝許多公務人員流血流汗 甚至犧牲生命的付出 也希望走在這一條路上的人 也能夠省思 山林及道路和沿線的動植物 為我們所付出的一切 除了找出一條人與自然和平相處之道外 更要為生態的永續付諸行動 這一次可以說是我走南橫全線裡面 最難忘的經驗之一 現在梅山口到天池已經開放了 不知道各位朋友 您有沒有機會可以欣賞到這美景呢? 在這個新冠病毒如此嚴峻的時刻 尤其變種新冠病毒 更威脅著世人的生命安全時 到天池來 還是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咱能夠確保彼此的健康 祝福您 今天的程序 我們在第三次 hate ��這裡 olan幕志全 German 在凭賛 這些 感谢观看